他統整出來有六大迷思 好 那我一點一點來講 下背痛好可怕 我常遇到患者走進來是這樣子 像30歲的年輕人 走進來的時候跟六七十歲一樣 他就會覺得我是不是要癱瘓了 是不是要糟糕了 但其實不是 多半的下背痛都不是嚴重的問題所造成 我們去做一些掃描 做一些檢查看起來都完全沒事 所以下背痛雖然很不舒服 但其實大部分在一兩週之內 他的自己就會好啦 所以不需要過度的盡慌 有些人真的會擔心自己是不是再也走不動了 很多人一進來就問我說 我是不是追劍盤突出是不是一定要開刀 或是不是一輩子都這樣 有些人尤其是四五十歲 想說我是不是年紀到了 是不是以後就要這樣了 會有很多焦慮的情緒在 所以我都會強調說不要擔心 因為這個會好 那再來就是剛才提到的 很多人認為說我背痛一定是突出 事實上我們100個下背痛的患者裡面 只有2到5個人真的是追劍盤突出 大概80到90個都是我剛才說的 檢查起來沒什麼大問題 然後我的看法很多都跟久坐啊 知識維持固定有關 所以不是真的骨頭出了問題 大部分都不是 稍微放心了 不然上班族像我那樣久坐 我都真的很容易擔心說我是會追劍盤突出 其實沒有那麼常見 是 那下背痛該休息嗎 我們剛才一直強調了 就是活動的這個價值 運動的好處 所以下背痛不要休息 而且這個包括很痛的人 像剛才那個說 就走進來很不舒服的人 其實我有跟他衛教說 你不用擔心說你去走路 你維持活動 其實對你的下背是有好處的 英文有一句話 下背那個運動就是最好的按摩 因為我們活動的時候 肌肉會促進它的血液循環 它會拉長縮短改變長度 所以運動活動 輕微的活動 其實對下背是很有幫助的 所以不要想說我痛了 我就躺在那邊休息 好 絕對不要 千萬不要 對 盡可能還是保持活動 那再來啊 班眾會不會上藥 當然如果說你的工作是真的 每天要八小時 像有一些像物流的大哥啊 或者是搬家師傅 那我不敢說啦 但是一般我們這個平常一般人 可能一天彎要個幾次而已 班的東西也不會太重 五公斤十公斤內 其實真的是不會 就像我剛才講的 大部分的下背痛 都不是因為班中所造成 是 反而是久做的危害還比較重 沒錯 那下背痛是不是激勵不足 那很有趣 很多人認為說按理背痛 就是因為核心肌群努力啊 去練核心肌群就好了 但是現在認為 肌耐力才比較是影響下背痛的主要原因 就是說我們肌肉能夠 存在一個力量的時間 如果可以很長 那你就比較穩 其實這也很好想像 因為我們現在大部分人都是因為酒作啊 相關引起的姿勢上的問題 所以我們肌肉不是看大不大快 是不是很壯 那個沒有用 但是你的肌肉如果耐力很好 它可以抵抗你在那邊酒作的那個壓力 那個比較不會下背痛 那耐力也是可以訓練的 可以 但是可能就不只是我們舉很重 可能訓練上也會有一些方法 所以就算你把自己練得很壯 你久坐在那邊你一樣會受傷 我看很多人撞一下 所以真的就不是激勵的問題了 不是 穿護腰很多老人家都會穿 對 那以前有一個說法 甚至連很多醫護人員在說 就是穿護腰久了之後你的核心肌群會偷懶 會自己不運動 不動作 所以久了之後會不好 但其實最新的研究說這件事情是錯的 那個我們穿護腰其實並沒有那麼厲害 我們的護腰只是給予一個很輕微的支撐 所以它不會造成核心肌群無力 即使超過三個月以上也不會有這個困擾 所以不用太擔心 不過也是建議大家 如果各位護腰已經穿三個月以上 最好還是給醫生看一下 第一個看有沒有什麼嚴重的問題 第二個通常這個情況做一些額外的治療 會有幫助 可以幫助你擺脫需要護腰的這種日子 我們來看肩頸症候群 肩頸症候群剛剛為什麼會說 久坐怎麼也會造成這個肩膀受傷呢 我們久坐的時候其實大家都會有一個傾向 就是我們通常要做的事情 像電腦的螢幕尤其像筆電都在前面 對 那我們久了之後 眼睛看著這個就會越來越見越要看得清楚一點 所以就會變成這樣的姿勢 那我們手也是一樣可以摸在我們的頸後 或者是肩頸這個地方 當我們脖子往前的時候 這個地方的肌肉其實要微微的處理 所以我們如果這樣子做的時候 這邊會覺得可以鬆鬆的 可是如果我們變成這樣做的時候 這邊的肌肉就會緊起來 一樣的道理如果時間夠長 這邊的肌肉被我們超過頭了 它一樣會開始發炎開始疼痛 所以為什麼久坐會上肩頸是這個原理 但是要跟大家講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觀念 就是剛才我們都會說就是要運動嘛 所以很多上班都會想說沒辦法 我上班就是很忙 那我久坐一整天沒關係 我下班就去運動 但是我看到醫師有一個論點 我覺得有被震驚到 原來即使你下班去補了這麼多的運動 久坐造成的傷害 仍然是無法逆轉的耶 我們這邊很多這樣的情況 就是我們在這個 我們這邊是內湖科技園區嘛 很多上班族工作非常辛苦 一天八小時甚至更長 那他們下班之後 他們知道久坐的危害 就會想要去做一些運動 想要去逆轉 但其實現在的研究發現說 我們久坐的傷害可能不是你下班之後 可以把它完全逆轉回來 我先強調運動絕對是好事 不是要大家不運動 只是我們可能要多做一些事情 才不會讓久坐的這個危害累積起來 還有一個很有趣的報導 國外去研究一些在辦公主 在辦公區裡面 又跑馬拉松習慣的這些上班族 去給他們帶那種 就是像智慧型手錶 去測量他們一整天的活動量 結果發現他們的活動量跟住安養園的老年人差不多 居然這樣子 就跟坐輪椅的人差不多 原因是因為他們可能都是工程師 就整天都坐著嘛 跟坐輪椅的人基本上是沒有差 然後他們下班再去保護5K、10K那樣子 所以變成生活變得非常的激斷 白天都是像坐輪椅 晚上就變成超級運動員 是 居然這樣 所以真的打破很多人的這個觀念 因為都想說我下班去補孩子 就跟很多人會覺得說 我平常熬夜沒關係 上班熬夜沒關係 我休假我就睡到飽 把它睡回來 但是你那個熬夜的那個傷害 其實已經造成了 已經造成了 是不可逆轉的 所以就像這樣子的觀念是很類似 你久坐它傷害就是已經在那邊了 但是大家就會想說沒辦法啊 我上班就是很忙啊 我時間都要精打細算 我就是沒有辦法 但醫師有提出一個四秒運動可以來解放 OK 那這個是喔 就是我們國外的一個研究 他發現說上班族啊 只要做四秒鐘的運動 就可以大幅的逆轉 我們剛才說的這個久坐的運動 可是喔大家有個概念 如果運動的時間越短 它的強度必須要越強 運動的時間如果差 那你的強度就可以不用那麼高 所以它四秒的運動 是非常非常強的運動 那我這邊我自己發明 他們的四秒運動是踩腳踏車 全力的踩才四秒鐘 但是我們一般人如果沒有腳踏車怎麼辦 我們其實可以做一個替代方案 那我來示範一下喔 那這個可能就會有點大動作喔 我們前座慢板喔 我們就是站在椅子旁邊 然後我們這樣蹲低跳起來 然後完全的蹲低跳起來 然後我們這樣連續做十秒鐘 因為這樣是我們在最短的空間之內 可以能夠做到大概最強的一個 運動的這個強度啦 那如果說喔 在辦公室這樣做實在是 引人車目的話 我提供給大家另外一招 就是我們可以找一個樓梯 因為辦公室大樓都有樓梯嘛 而且樓梯不會太多人 我們就一層樓的高度 用四秒鐘的時間 盡快喔 然後把它衝上去 然後慢慢走下來 那這樣子不會引人車目 又運動到 所以就是短時間內 可以集中高強度的運動 這樣子來做 所以就算你不需要說 一次要做個十分鐘 四秒鐘到一分鐘的時間 一定有吧 你都可以去抽菸了 我覺得如果說四秒鐘的話 真的要很強 但是如果說大家沒有那麼趕時間 比如說我們有個三十秒的話 我自己的做法喔 我其實也不常在整間跳 我的做法我再示範一下 我會站起來 然後做個空間步 做個空間步 然後我們這樣連續做個三十秒鐘 其實這樣子也可以達到一樣的效果 時間稍微長一點點 強度稍微低一點點 那如果時間短一點 可以加快這個步伐 也可以 反正就是你時間越短 強度就是要越強 四秒鐘真的要超強的 是是是 所以真的大家不用想說 我一定要做得很久 做得很完整 我才可以救自己 所以上班族主要就是說 不要一直維持久 做這個姿勢太久 你又起來動就OK 沒錯 這個這件事情真的非常重要 大家不要想說 我就這樣做一整天 然後我下班再來去動 真的是非常危險的事情 謝謝 謝謝